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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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来到10月18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Irene 今早有独立股评人王伟豪Rav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y, 大家好,Irene 我看到恒指夜期失守了2万关 低水过8点 而美股中概股指数急跌超过3% 但美股方面的晶片股回溶 导致再创新高 標指就破顶之后回軟 等下都会问Ravy如何看招点 美股业绩股 Netflix、TSM的表现 以及港股现在的大市 如何算好呢 大家知道什么股票而难呢?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我们的 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四是个别发展 台积电业绩的布置 带动到晶片股 道指高开之后 曾经升超过200点 高位见过43,289点 創了历史新高 收市仍然升161点 到43,239点 收市亦破了记录 而标指曾经升大约0.6% 破顶 五大收市到跌0.02% 报5841点 纳指最多升近1% 收市几乎蒸发所有升幅 欧洲股市全线做好 欧洲央行减息 欧元会价偏远 日元兑美元亦失手150关 美国就业市场和零售数据好 美匯指数升到103.8的水平 而这个美国十年期债息 上市4.1厘 金价曾经升超过0.8% 破了记录位 看看这招点美股 Netflix公布业绩之前 股价跌2% Google跌1.4% Tesla轻微偏远 苹果和亚马逊未升 芯片股台积电 业绩好过预期 刺激股价升近一成 创历史新高 龙头股NVIDIA 都一度升3.8% 高位见140.89美元 创新高 周市升幅收窄到0.9% ARM博通和微光科技 升超过1%至2% 看中概股和ADR表现 京东美股比港股跌超过2% 阿里巴巴和百度跌超过1% 阿里自宣布97.24% 美团跌近1% 网易和腾讯跌0.4%至0.6% 腾讯自宣布409.99% 汇丰控股ADR自宣布68.98% 比起本港收市价升1.5% 港交所ADR失手300元 比起本港收市低0.3% 建行跌0.7% 比亚迪跌超过1% 看看今早前的市况 美股期货 导致期货现在轻轻偏远 剩下3,496.15%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大致个别向好 但日本股市相对好少少 日经平均指数39,054.143% 南韩股市轻轻偏远 澳洲市跌0.6% 新西兰市跌1点 接着看恒指黑企的表现 预示正间港股初段 暂时可能要扎幅偏远 跌40点左右 我们先和Raffy聊聊外围的消息 美股最近反复过顶 业绩期的焦点也是在个股方面 我们先说一下晶片股台 即电TSM 因为昨天在美股开市之前 已经公布了个季绩 看到都理想了 季内的淨利润都大增5.4% 无论是正利润、销售、毛利率 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也看到AI需求仍然是强劲 加上公司本身 第四季的展望也是向好 所以看到股价昨晚很厉害 創下新高市值更加突破了万亿美元 如何看着TSM 究竟是股价可以继续起飞 还是利好都差不多反映了呢? 利好反映了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因为看业势 无论是过去的数据 或者是预期 或者大家对之后 可能是AI 特别是AI芯片的方向来计算 都相信还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所以你说看好 我觉得方向仍然存在 其实情况跟NVIDIA是相似的 都是看好的 只不过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价位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才进场的话 我又觉得有点害怕 位置不太好 因为始终真的升了很多 所以我想唯一 如果你要部署 当然有货无问题 可能操作跟刚才说的NVIDIA 或者相类似的股份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向上去持续 或者是靈活一点的调配也可以 但如果你说未有的话 我想千万不要 深思思见到 升到上200元楼上 才走来追 我想就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真的有些调整 因为其实 说真的 不要说是否说业绩 我想多强股份也好 其实中间不会没回过的 例如你看TSM的图 也看得到 其实7月底 7月中后 至8月头 都是急回过的 其实也算是可以有位 或者可以让大家持续 去部署 所以我想高追就不建议了 反而持续去部署会更好 因为正如刚才说的 你看到业绩的确是比较强的 特别强的地方 就是除了增长快之外 无论是收入 每股盈利等 所有好过的预期之外 其实可以看到 所谓的高端的芯片 其中三蓝米和五蓝米 比较小的芯片 其实是佔了这一季 第三季的营收价格 超过五成二 即超过一半 是来自这些小粒的芯片 其实反映技术方面是很强的 而如你所说的 在第四季的展望 其实相当的增长 都是比本身一众 届的分析去平衡股 还要高的 所以的确论估值这些位置 可能说真的 如果这样去主意之后 其实未必是很贵的 只不过可能价格很急 所以我想等回才部署会更好一点 另外一只Netflix 看到业绩前就回了一点 但是盘口很厉害 因为公布了一份业绩 似乎都是超出市场预期 第三季的营收和盈利 都齐齐比预期好 第三季的收入 98亿多美元 我年薪是1.5亿 每股收益5.4美元 都高过市场预期 看到它的付费用户 都是出乎意料增加了 Netflix新增订阅用户510万 高过市场预期四百五十万 现在他们的付费会员数量 就是两亿八千二百多万 明天开始 大家知道Netflix 不会再通报订户数量 因为重点就会转向收入 和其他财务指标 来作一个职效指标 而且他还未略略上调了年度指引 看到盘口估价升了上来 现在现价可否追入呢 当然了 Netflix之前有点回复 但因为之前的价格真的很强 如果算是科技股来说 其实它是非常强的一股份 其实前几天前 会见高位736元 最近的节目这么热 也太黑白带着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带动 所以只是这几天借赛回复 所以你也可以说好 就是价格压下低一点 去等一份业绩 其实这是最舒服的 你去到这么高的位置 去等一份业绩 就算业绩好也好 其实大家过去都见过 可能反而掉下来 反而你是低一点 去等一份业绩 只要业绩比月期好 或者有些惊喜 所以它类似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你看到 即前退下来 业绩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营收 订户数量等 所有东西都比月期好 的确是有上升的 虽然之后不公布那些用户数 但这个已经早已说过 大家都预期了 因为为什么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会由公布订户数 都不公布了 当然从一无论来说 可能他们要差点说 怕不好就不公布了 但其实过去 因为他们一开始 这样说的时候 有些质的声音 但其实反过来 就是当一家公司 如果依靠用量来计算的时候 一定会先开始公布用户数 但到了慢慢成熟 或者真的盈利很稳定 其实用户数 到底是否有几亿的付费用户 还是否有很大的质化 即是否会突然多成亿 其实这个交易上是很低的 所以在公布的数 其实真的不是太反映了实质的效果 反而刚才提到 就是可能看回营收 而且他们始终近年开始的收费 都有少少的改变 即不是只靠量去行 所以这种东西暂时 又不会构成大家 有些很质疑的看法 但是当然 也正如你所说 我想接着要看着 就是有没有继续多一些 所谓的爆炸的 勇气 各样因素 不如你近期股价再冲上去 刚才提到的就是新片 如果你说有这些 那价值的价值 价值会继续强一点 所以我觉得 看法上说 我自己也是相对比较正面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